宿舍樓梯間滾滾泥漿不斷狂蟹 宛如小瀑布 位於外雙溪的東吳大學 成了暴雨重災區 室內煙室外夜煙 校區內沒有一處幸免 就連水溝蓋也扛不住 水花不斷似箭 但說到最驚人的 還是這一幕 施林天母東路前 人孔蓋炸出噴泉 不仔細看還以為是蒸汽 一寸出 外送員經過簡直看傻了眼 但不只機車族不少駕駛 因為暴雨同樣心好累 淡水淡金路淹成一片汪洋 道路全變成滾滾泥河 車輛怎麼開也開不動 還有不少車受困拋錨 抬而一線往三隻方向的路上 全都遭殃 來到北投不泡溫泉 馬路上倒是能看到滿滿泳泉 暴雨來襲 附近四路超商前 民眾沒走幾步路 腳就全失透 失敗過小地下停車場 從一樓一路走到B2 疑似是雨水從牆壁間滲透到室內 樓梯間不管走到哪 全都積水 文山區政大附近的河堤 都是泥漿一片 還能看到漂浮著的殘殖敗葉 更有學師說九年都不曾淹成這樣 就怕大雨釀災 北市府從二十二號晚間十點 災害應變中心強化三期運作 要防止更多災情傳出 華新文綜合報導 你好 我是宋彥銘 想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緊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